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博 我是我的人 我們今天要從上野一路走到東京車站 沒錯,這是我們最拿手的東京散步系列 然後我們人現在在上野車站 第一站就到車站旁邊的上野公園去逛逛吧 大家記得從上野車站的出口出來之後 往這個方向走 會看到這個高架橋 大概兩分鐘就到上野公園了 上野公園裡面其實也有很多神社寺廟以及博物館 那我們先帶大家來看看寬永寺 我們下一站要去看上野大佛 那上野大佛之大會讓你嚇一跳 真的嗎?其實我還沒有去過呢 我想看看上野大佛到底有多精彩呢 直逼那個蓮艙大佛 真的嗎?期待期待 準備好迎接上野大佛了嗎? Let's go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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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在你的to your left is上野大佛 上野大佛的一部分 其實上野大佛有一個小小悲傷的故事 就是因為這個是鐵座的嘛 它的原本整個是鐵座 但因為在就是不知道是一戰還是二戰的時候 這個大佛剩下的地方被拿去做武器了 蛤? 對所以只保留了目前剩下臉部 原來如此 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上次有來 旁邊有寫所以我有看了一下 買活動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好我們現在左手邊經過的是丁丁有名的什麼呢? 上野動物園 沒錯 上野動物園其實也算是這裡的一個重點景點之一啦 它也是開業非常非常久的動物園 對啊 所以如果你有帶小朋友的人 其實也可以考慮來公園走走之外 然後去動物園看看 好那我們大概走十分鐘之後 就會來到這邊啦 這個就是 這邊算蠻有名的噴水池廣場 對 然後左手邊這家星巴克 也是 也是 蠻有名的 超級不低多人 對但觀光客超多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要不要拍對 對啊 然後這個噴水池廣場就是 每次來幾乎都有辦活動 對 然後我們穿過剛剛那個廣場之後 就來到著名的噴水池啦 那再過去一點點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後面這個方向 這邊就是東京國立博物館啦 對 好這裡面的館場還蠻豐富的 我自己逛過覺得還蠻有趣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就往那邊走 然後這裡買買票進去看看吧 現在是十月初 然後我是覺得現在的天氣散步還算蠻舒適 對 怎麼太陽直在是有點震華 對但相較於九月的話 現在已經是完全可以散步的天氣了 所以今天拍散步一定是非常的深 逛完公園之後 我們來到阿美阿 又夠九九知名的阿美恆丁囉 那像阿美恆丁呢 雖然介紹過很多遍 但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它主要呢 就是可以買藥裝很集中 然後另外就是也可以在當地的那個市場啊 買買一些乾貨啊等等的東西 那散步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這樣走走看 看想停下來就停下來 像我們今天的行程 包含了上野啊 缺業員啊 然後等一下要去日本橋跟東京車站 就這幾個區域呢 都是一級的旅遊站區喔 逛街逛街的話就可以去吃冰 後面有一家叫Kuroki 超好吃的 那我們現在還要這家剉冰店啊 叫Kuroki 它大概十點就開門了 所以我們今天拍攝其實第一站是來到這邊 因為這家還蠻popular的 但是其實啊 我們建議是你先逛完上野這一帶 然後逛到有點腳痠腳累的時候 再來這一家 那今天只可以抽好馬牌 所以你可以抽完之後再繼續逛 然後再來吃 對因為這一棟其實就在那個 Paruco跟那個松板屋嘛 對 而且別忘記也東橋有搭配什麼 優惠芡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吃一下這個 黑蜜黃豆粉的剉冰 然後裡面應該還有起司 這個冰真的是非常好吃耶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是拿那個 黃豆粉然後加上黑蜜啊 不會很甜 但是那個香味十足 然後起司有一點點微微的鹹味 去綜合這個冰的味道 然後再加上呢 黃豆粉的香 然後很厲害的是它這一個 應該是核桃吧 然後增加了一點脆脆的口感 然後冰也非常的綿密 真的是超級好吃 哇 它這裡面大家應該有看到 還有厚厚一大層的那個 紅豆 所以又再增加一種味道 真的是超多層次 那我點的是季節限定 我們沖泉來的紫玉就是紫色的地瓜啦 就是紫色的地瓜啦 那上野來到秋葉原其實很近 你只要一直線走走 走下去就可以了 好我們現在到秋葉原啦 我們從上野走過來大概十五到二十分鐘而已吧 然後現在就去找宅宅的店來逛一下 要下娃娃嗎 現在先不要 這邊到處都是扭蛋啦 然後一番嗓啊 各種東西 像這種模型都還蠻想買的 沒想到秋葉原已經可以有上圓亞裔的MEDO CAFE啦 Let's go 既然來到秋葉原一定會想到女僕咖啡廳嘛 對 那除了我們一起採訪的那一次之外 你有去過女僕咖啡嗎 完全沒有耶 因為我覺得好像裡面會有點拘謹 而且我日文又不好 你能繼續怪怪的 其實我是一直有想要體驗看看 可是也是考慮到不會日文 然後好像沒有辦法很盡情的理解他們在講什麼 因為我也看過蠻多女僕咖啡廳的影片 主要那裡面好像也是體驗一種有趣的文化 對 而且有點貴又不能拍就覺得 算了吧 對 那如果想看的人可以到鹿獎的頻道 還有跟文當一起去體驗 真的嗎 還蠻有趣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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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葉原最有名的應該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夾娃娃啦 那維恩今天預算不夠就我包勃來幫維恩戴夾啦 哇 在我這麼認真追蹤就是夾娃娃機的情況下 竟然就有一個我沒看過的 這個應該是用這一根 然後去捅它那個那個環 然後就把它拉出來 對 用字牽絲 整張都快快 這是for the video for the video not for me 我原剛已經重拍15次了 哇這真的要對很準耶 對啊這真的是要捅耶 對啊 真捅耶 他那個視覺誤差超大的 他的那個視覺誤差超大的 喔 剛剛好 欸欸 這個中獎可能性是有 欸欸欸欸欸 六千多塊 好好好 一格一格慢慢移 這個也算是 可能蠻危險的 因為他 你從這邊夾了之後 他可能掉到那個球上面 然後掉到球上面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會彈起來 喔 對 對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你要落到這個縫囉 呃 對不然就是 剛好彈起來都掉下去 所以這個賭博的成分 應該超高的 蠻有趣的 對啊 完了好多新的機型喔 這樣又讓我好興奮 喔所以他會讓你站 他夾很穩 喔 對 喔 好有趣喔 很堵喔 很堵喔 對不對 我們還蠻快速的逛完球業員 對 那這個散步主要就是路線 跟景點給大家參考 那每一個地方 大家自己想要花多少時間的話 可以自行決定了 走著走著 我肚子已經餓了耶 那我們就在神天吃個中餐吧 感想時間 Yamaichi這家店啊 它的肉真的十分的鮮美 然後肉汁非常的juicy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呢 它沒有炸得非常油 像我年紀大的其實有時候吃油會覺得身體不太舒服 然後我覺得它的清爽度是剛剛好的 所以我非常推薦這家 這家炸豬排在我吃過的裡面也算是排名還蠻高的 那我覺得豬排基本嘛 皮脆這個是一定的 但是我覺得這家它的皮是脆脆的 但是薄薄的 存在感不會很強烈 然後再來我點的是那個 就是里肌肉 因為我也是比較不喜歡吃太油的 然後它的肉很軟嫩 吃起來沒有什麼豬肉的比較 比較腥臭的味道 然後咬下去呢就是也會有肉質 然後再配上它給的那個芥末 然後這家店我覺得它的豬排醬就是味道不會很搶 然後就是搭配豬肉的話還蠻剛好的 那高麗菜跟飯也都不用講 我覺得都是一等一的好吃 看到市町 就知道我們已經來到什麼區域了呢 該在日本橋這邊去喔 大家知道嗎 日本橋這邊有一家成品啊 那這邊在疫情的這段時間呢 是包伯很想念台灣的時候 就會常常在這邊逛 私鄉的時候就來這邊看看 對 我們來看一下台灣Excellence 有什麼 這個欸 以前我家也有這個 有梳子 對 這個是台牌喔 Alright Alright 這個是他鄉油脂必備 對 最強的大同堅果 蒸包子最強的東西 蒸什麼都可以蒸 超屌 這想加的時候真的可以來欸 有黑熊SARS 還有八寶洲欸 那我們現在在產品裡面 我們買了 Happy Lemon的多多綠 對 我剛剛跟偉人講說 我好像 好幾年沒講多多綠這三個字 好 家鄉的味道 那日本橋這邊的百貨公司蠻多 像我們剛剛去的成品也是一個Coreto 那現在這邊呢 後面也有幾棟Coreto 每個下面應該都是百貨公司 商場跟餐廳等等 我們再往前走一點就可以到那個三越那邊 好我們現在來到日本橋 大家要注意喔 日本橋是這個橋喔 不是上面那個高架橋 上面那個叫高架橋 對上面是高架橋 對 然後這邊的話它的意義是說 這裡是日本的公路的起點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這邊是日本所有道路的起始點 這樣 那根據包伯的情報呢 上面這個高架橋啊 之後會拆除掉 那就可以還給日本橋這個地標一個 乾淨的景觀 那我們過了日本橋之後呢 這邊也有兩家高島屋啊 所以這附近呢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不像銀座那麼擠吧 我都擠在一起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日本橋到三越前這一帶呢 就是它就是 路還蠻大的 然後它的排貨公司也相對有點距離 所以走起來蠻輕鬆的 那我們來到東京車站的八重舟口囉 我們的散步行程 現在來到東京車站啦 那這邊是靠近東京車站的 丸之內仲童 然後這邊呢 就是有步行者天果 大家可以在這邊散步 逛街 然後在後面坐著喝咖啡 好啊 以上就是上野走到東京車站的三部影片啦 那如果大家 因為東京車站這邊 我們比較沒有琢磨太多 那如果你想要看地下街相關的公路的話 我們有拍一部完整的影片 那如果你想要看東京車站周邊有什麼好玩的話呢 也有另外一部影片 只要上我們的頻道搜尋東京車站就可以囉 吃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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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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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